有关如何经营婚姻的中顾很多 最常被提起的莫过于夫妻双方要相互配合共同支持 而这一点在英国的悲老婆大赛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 上星期日英国萨里郡多尔金镇举行了第七届悲老婆大赛 一起去感受一下 灿烂的阳光绿油油的草地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 这不50对英国夫妇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在今年悲老婆大赛中一展身手 当然说是悲老婆 如果老婆非要悲老公 比赛组织者也是完全允许 唯一的要求就是 负责悲的一方一定要负重至少50公斤 不够就靠背包凑数 而要想赢得比赛 好的策略也是必不可少 准备就绪开跑 背老婆大赛起源于一个斯坎蒂娜维亚的传统 那时男子娶妻是到附近村庄 看中一个姑娘背起来就跑 没被追上 姑娘就变成了老婆 不过偷个媳妇也不容易 要跨过障碍 奔上山坡 还要被水泼 好在全场仅为380米 最终31岁的军队牙医 理查德·布莱克·史密斯 与她28岁的妻子安娜 以两分钟的成绩获胜 而他们的奖品是大九桶一支 新唐人记者周期综合报道